在北魏40度与东京90度交汇之处 有一个吸引着世界眼球的大耳朵 罗布泊 一片神秘的生命禁区 它长约60千米 宽约40千米 明暗相间的半弧形条纹 一圈一圈地向中心收拢 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地球之二 古丝绸之路也在此穿行而过 这里沙漠遍布 极其干旱 方言望去寸草不生 所以被打上了生命禁区的标签 它与可可西里 阿尔金 藏北枪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 在这里发生了众多扑朔迷离的事件 在1949年 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一架飞机 在扇扇线上空突然失踪 于1958年 在罗布泊东部才发现了它 令人不解的是 飞机原本是向西北方向行进 但却突然改变航向飞向正南方 还有在1980年6月 著名科学家彭家木 在罗布泊考察时突然失踪 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地毯式搜索 结果一无所获 时至今日仍毫无线索 有人说罗布泊存在着超自然的力量 也有人说它是宇宙的平衡点 在这些神秘的背后 也许只是一种人类对未知自然的敬畏 我们来放开视野 看一看罗布泊所处的地理环境 它地出我国新疆东部 在其北部是炎热似火的图路翻盆地 与哈顺戈壁 在其西侧为中国第一大沙漠 塔克拉玛丹沙漠 在其南侧为阿尔金山脉的阿尔金无人区 东部紧邻我国第八大沙漠 库木塔和沙漠 看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你应该能想象到它的荒凉程度 但是如今寸草不生 四周戈壁与沙漠环绕的罗布泊 曾经却是一片浩瀚的绿洲 根据地质学推断 虎罗布泊诞生于距今1800多万年前 这片湖泊的面积 大概可以容纳下 三到四个面积较小的省份 在地壳运动的台升下 湖泊被分割为多块挖地 据推断记载 在秦汉时期 这里的水域面积还在1.6万平方公里左右 相当于七个太湖的大小 汉书西域传中曾记载 广袤三百里 起水停居 东下不增建 在当时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很高 水草丰美 湖面如镜 景色与江南无异 也让古人产生了 罗布泊是黄河上游的错误观点 这种观点在民间流传了2000多年 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 罗布泊的水域面积 仍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 是仅次于青海湖的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如果你想来罗布泊探寻它的神秘 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 紧接着我们来到孔雀河下游河谷 南侧约60公里的小河墓地 它整体由数层上下叠压的墓葬 以及其他建筑仪存构成 外观是由沙漠中凸起的一个椭圆形沙山组成 在墓地上密密麻麻地处理着 140多根湖羊墓 在这里发掘出的一具女性甘尸 她便是墓主人小河公主 历经近4000年的封杀洗礼 至今仍保存完整 面部笑容清晰可见 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微笑公主 离开小河墓地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罗布泊周围遍布的汉代长城封碎 在我国历代修建的长城中 汉代长城整体长度超过2万里 从嘉域观向西 一直延伸至罗布泊一带的汉代长城 是河西走廊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河西走廊的稳固和古丝绸之路的通畅 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些封碎也是大汉强盛的见证 接下来我们来到 在历史上突然消失了 1300多年的楼兰古城 它是一个在历史上 存续了800多年的西域小国 东起古阳关 西至尼亚古城 南至阿尔金山 北至新疆哈密 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 极为重要的商谷重镇 曾经辉煌一时的楼兰 也早已没有了柔软的华美思绢 只留下一片映照千年的残灰冷月 和一团神秘的未解之谜 紧接着我们来到神秘的魔鬼城 龙城亚丹 广阔的罗布泊内 分布着一群陡峭的小山包 东西宽约35公里 南北长约100公里 面积达到3500平方公里 规模如此之大的亚丹地貌 在国内也是屈指可数 远远望去 像一群在沙海中游异的白龙 首尾相接 无边无际 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一个 响亮的名号 龙城 那罗布泊为何 从历史上避水连天的西域江南 变成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 我们把地图缩小了来看 天山与昆仑山 分别阻挡了 来自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水汽 被高山环绕的塔里木盆地 因为这样的气候条件 形成了广袤的沙漠 而罗布泊地处于 塔里木盆地最东端的低洼之处 四周山脉孕育的河流 最终汇入罗布泊 形成了一个超级大湖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 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影响罗布泊水源最大的河流 塔里木河改到北流入孔雀河 以及大量修筑水库 最终使罗布泊干涸 逐渐沙漠化 形成了如今的模样 罗布泊曾经避水连天的景象 如今只能出现在书籍里